感恩南无师采摩尼佛,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关心菩萨摩尔萨,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,感恩隆天护法菩萨,感恩恩师慈父,感恩师叔们。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,家中设立心灵法门佛台,佛观普照,母亲心态转变,身体好转,感恩大家聆听。 请大慈大悲观心菩萨慈悲保佑我,我今天为了度众生,学习观心菩萨牵手牵眼救度众生,所以我现身说法,请观心菩萨给我加持,保佑我能够把今天这个弘法转为功德,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广节善缘,广度有缘,在分享过程中。 有任何不有理不有法的地方,我自己的业障自己悲,不让师父悲,不让聆听的师兄悲,不让转播师兄和默默付出的义工师兄们悲,感恩南无释迦摩利佛,感恩南无观心菩萨,感恩师父,感恩大家。 大家好,我是心定神贤同修,今天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,来和大家分享。 题目是,家中设立心灵法门佛台,佛观普照,母亲心态转变,身体好转。 人生苦空无常,一路走来,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困难,但我相信只要我们真修实修,观心菩萨一定会持悲保佑,为我们做出最好的安排。 自从我2015年,修学心灵法门至今已有9年多了,学佛炼金不但能够帮助自己消灾解烂,还能庇佑到家人。 心灵法门传输的是大乘佛法,让我们制度度人,运用五大法法,让大家通过在世间的修行,今生就能改变命运,消除裂障,减少病痛。 学佛炼金不但改变了我自己,也改变了我的母亲。 母亲一直以来体弱多病,年轻的时候胃出过两次血,脾胃很差。 从2009年开始至2016年,母亲一共住了六次医院,几乎每一年都住一次医院,有一年还住了两次。 她做过肝胆手术,有线癌手术,在神经科病房,曾经住了两次院,还有肺炎,手臂骨折,病痛把母亲折磨得苦不堪严。 她变得神经质,极其敏感和脆弱。 家里供祖先的香炉,只要放得歪了一点点,她都要立刻摆放好,担心不小心冲撞了神灵。 2015年,我开始修学观西音菩萨的法门后,想说父母亲不要供奉祖先牌位,但是未能成功。 我之前修净土的时候,有供奉祠相的观西音菩萨,但是我的供奉方式,不有理不有法。 后来,我才从同修处得知,修学心灵法门。 家中要设立心灵法门的佛台,而且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去一位同修家,看见他家的佛台上的油灯,结出了大大的莲花,非常发喜。 这时,我才知道我把佛像放在架子上,挂在墙上的做法,是对菩萨非常的不尊敬,必须要有正规的佛台才行。 自从离婚后,我就回到母亲家,和母亲一起生活。 我决定在2016年底,在家中设立我们法门的佛台。 我担心母亲反对,决定先斩后奏,因为我家地方很少,必须把原来的一张长椅子拿走,重新做一张新的。 我还订了一个佛台。 等我把这些全部安排好了,我才告诉母亲。 果然不出所料,母亲听到后大发雷霆,她说,绝对不能新设佛台,并且让我马上退了佛台。 我告诉她,退不了了。 她为此事生气了好久。 我在这里忏悔,没有经过她的同意,制作主张,惹母亲生气。 不过,我很感恩,因为设立了这个佛台后,母亲得以沐浴佛观,亲自感受到了菩萨的慈悲加持,身体也逐渐好转起来。 能够在家中设立佛台,让我非常开心。 我逐不出步,就可以天天与佛相应,接到菩萨的气场。 设立佛台后,法喜不断。 从那时起,我时常看到油灯结莲花,香打转。 我知道这是关心菩萨来加持我们了。 从设立佛台至今已经八年了,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好,她再也没有住过一次医院。 而且她本人的心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刚开始,她抱着观望态度,没有为菩萨向香。 慢慢地,母亲也在佛台上早晚香了。 这几年,母亲有过两次小中风,一次是上楼梯的时候,她突然眼前一黑。 幸亏后面有邻居跟着,赶忙扶住了她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 另外一次,她在家上厕所的时候,突然眼前一黑,从马桶旁边的两极台阶滚下来了。 坐在地上,醒来后,她给我打电话,两次都能平安度过关节。 我觉得这就是因为家中有佛台,时时刻刻能得到菩萨的慈悲保佑啊。 2019年,我从新加坡法会回来不久,母亲血压高达到215,医生只帮她打了点滴,也没有住院。 回家后,我对母亲提起,不宜平时在家中供奉祖先牌位。 母亲这次同意了,我按照师父的开始,将祖先牌位撤下收好,我还告诉母亲。 礼联集越来越大了,万一发生什么事,我一个人也照顾不了您。 您最好每天相相识,练练观世音菩萨圣号,祈求菩萨保佑您身体健康,平安吉祥。 我没有想到她真的开始练经了。 母亲不愿十字,观世音菩萨圣号的传称,她练不出来。 她就练,南无观世音菩萨,南无阿弥陀佛。 从2019年至今,将近五年了,她从没有停过一天。 每天,母亲坐在佛台前,向一处向后开始练经。 后来,她还主动提出,初一十五由她出前请供果, 每年供菩萨的香也由她来请。 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呀。 从一个坚决反对设佛台的无缘众生,到现在主动请水果,请香。 从不间断地称恋菩萨圣号的虔诚佛教徒,母亲虽然已经八十六岁高龄了, 每天还自己搞卫生,自己烧饭,洗衣服,生活完全可以治理。 哪怕只是一件小事,母亲现在也能想到求菩萨。 有一次,母亲找不到琐事了,她去佛台前求菩萨, 真的很快就找到琐事了。 无比感恩关心菩萨,慈悲,保佑。 感恩师父把这么好的法门带到人间, 让我们都能消业障,开智慧,离苦得乐。 我平常有帮母亲练心经,每天练七遍。 母亲很善良,一直坚持要我为她放生, 每个月钱款,两百至三百元都是她自己出的。 2022年,母亲左脚膝盖生了骨刺, 我通过运用三大法宝,帮助母亲, 祈求关心菩萨慈悲保佑。 我向菩萨许愿如下,一,许愿放生一千二百条鱼, 二,许愿念诵四十九章经文组合, 给母亲的药金者,三,许愿现身说法, 愿力完成后,母亲的病情基本稳定。 之后,我还现身说法,分享了母亲的实力, 法系充满。 2023年6月,母亲的膝盖又疼痛了, 她说,感觉里面像是有一块东西卡住似的。 坐着的时候,痛到无法站起来, 我带她去看了三个主院医生, 都说要动手术,否则好不了。 可是,母亲连举这么大了, 我担心手术有风险。 母亲整天朝着要做手术, 我坚决不同意。 我想,还是运用法门的五大法宝去解决。 我向菩萨许愿如下。 一,2023年6月28日, 转十五常学习白化佛法功德。 二,许愿帮母亲练圣四十九遍礼佛大忏悔文, 每天两遍。 三,转十常现身说法功德给母亲。 四,许愿放生一千二百条鱼, 到2024年9月底完成, 祈求菩萨慈悲保佑。 母亲膝盖不要再疼痛, 不用动手术, 这些已全部完成。 礼佛大忏悔文真的灵啊, 帮助母亲快速消夜。 自从练了礼佛大忏悔文后, 母亲的脚慢慢地开始好转, 不再怎么痛呢? 其实,从你许愿那天起, 菩萨早已安排好实现的日子了。 师父在广播讲座第四十九集, 无为而为是般若中开示, 你们只要求, 一定有果的, 因为求就是因, 你种下了因, 果一定会有, 因为你刚刚求的时候, 菩萨就要给你安排, 如果解脱你这个困难, 菩萨要算你现在功德做多少, 你曾经有没有做很多的事情, 最近有没有结? 这一切全部算好之后, 菩萨会给你安排的时间, 到了时候, 你这个事情就解决了。 后来, 母亲找到一款治疗膝盖疼痛的药, 一直坚持吃着, 她真的不用做手术了。 之前, 膝盖有被卡住的那块不明物质, 也不见了, 感恩关心菩萨, 慈悲保佑, 心灵法门灵厌无比, 除了感恩, 还是感恩。 从母亲的变化当中, 我深深地体会到学佛炼经的重要性, 心灵法门就是让我们将佛法理论, 运用到现实当中, 改变自己, 改变家庭, 改变社会, 慢慢地让和谐, 充满全世界, 平时, 我们要好好精进努力。 不要等到出世时, 才临时抱佛脚, 要多做功德, 只有功德可以消业障。 我的分享结束了, 希望我的分享, 能让还在犹豫不绝的师生们, 能够早日树立起学佛的信心, 要更多有缘众生, 能够破弥开悟, 离苦得乐, 得闻佛法, 深信因果, 断恶修散, 信佛炼君。 分享过程中, 如有任何, 不有理, 不有法的地方, 恳请南无, 释迦摩利佛, 慈悲原谅。 恳请南无, 大慈大悲, 观世音菩萨, 慈悲原谅。 恳请十方三世, 一切诸佛菩萨, 及龙天护法菩萨, 慈悲原谅。 恳请师兄们批评指正, 我自己的业障, 自己悲, 不让师父悲, 不让聆听的师兄们悲, 不让转播师兄, 和默默付出的义公师生文碑。 感恩南无, 释迦摩利佛, 感恩南无, 观世音菩萨, 感恩师父, 感恩大家。